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它周围的光环是如此的美丽 所以我们就会非常的好奇 土星这美丽的光环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里就要用到洛西极限知识了 那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下这个洛西极限 所谓洛西极限是指一个天体对另一个天体的潮汐力作用 小天体不被大天体撕碎的一种极限值 换言之 洛西极限是一个天体自身的重力 与第二个天体造成的潮汐力相等时两折之间的距离 如果说两折之间的距离小于这个洛西极限值 那么较小的这个天体就会被倾向于碎散或被撕裂 进而成为母天体的环 只要两折之间的距离足够远 之间的潮汐力作用就没有那么强 那么天体就会近似于球形 当天体逐渐靠近另一个更大天体时 球形逐渐会被拉伸变成椭圆形 当两折距离达到洛西极限值边界时 拉扯便开始 最后 该天体被彻底分解撕碎在洛西极限内 目前已知的天体光环均在洛西极限以内 另外还要考虑天体是否为流体或钢体 还有与密度体积有关 钢体的洛西极限要近点 而流体要远些 那么 是否天体一定会在洛西极限以内不分裂 或在洛西极限内必分裂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还需要考虑其他引力因素以及体积 成分内部构造 物质和密度的分布等等 如木卫16和土卫18 其均在洛西极限内 但未被撕碎 一个洛西极限的实例 这就是著名的惠木大壮基 发生于1992年到1994年 1992年 一颗被叫做苏梅克列维9号的彗星 进入了木星的洛西极限以内 以至于被撕裂成很多碎片 并在1994年7月坠入木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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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